呃 先生 整个周朴镇到目前为止 我这边只收到过有第一批 这第一批都发了什么东西啊 呃 您这边第一批物资 都没收到吧 我不确定第一批发什么东西啊 我第一批发的时候家里没人 我去做志愿者了 回来的时候到现在3月26号到现在家里面就靠喝水了 天天大米大米救援 您这边是哪个小区啊 周冬路418 周冬路418 对 是叫什么名字 哦 不是 小区的名字 津田花园二区 津田花园二区 您这边到目前为止第一批物资都没收到啊 第一批物资发的时候我不在家 所以就没有嘛 当时我做志愿者去了 当时家里没有人嘛 呃 等一下 呃 是津田花园小区里面还是门那个门面的那些商铺的 小区里面 小区里面的 对 那我也不清楚 那我就不清楚为什么你这边没收到吧 我这边要收一下 那我们我们后面还有物资发吧 这都多长时间了 门也不给出 我这边也要问一下 好吧 你这边为什么连第一批物资 第一批物资已经不管了 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我现在想知道后面还发吧 后面啊 我这边暂时没有 这为什么边上都发了 就我们周普镇没有呀 那我就不清楚了 好吧 那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怎么解决吃喝来就死在家里头了 呃 您有跟其他小区的居民沟通过吗 有什么团购之类的 团购现在风险那么高 你们政府鼓励我们团购吗 现在咱们政府的干事态度就是你们居民能团购就团购 不能团购饿死拉倒 好 而且团购的物资是哪里来的 你们调配的吗 而且我不知道领导 您现在知道猪肉现在多少钱一斤吗 我发电话 发发了 发发 领导 您知道猪肉现在多少钱一斤吗 周普镇的猪肉 因为我们该找谁呢 打电话都是受工 今天受工说我是个受工 我没法 我没办法 对你确实没办法 那我们怎么办呢 领导不可能接电话的呀 有办法了 领导接电话吧 您这边是需要物资的吧 我这边先帮您登记一下 不是我需要物资 是我们小区需要物资呀 周东路418 津田花园2区 老人有一大半 你不指望这些老人疫情没过就开始过头七吧 头七还得扣团长去团务资才能吃上习 现在疫情期间不给聚集 习也不给吃 对吧 那么康桥 康桥发了七八遍 行头新厂发了七八遍 怎么周普就特殊了 就周普的居民就现在不哭不闹 是吧 就非得像宝山 对吧 这小区这么聚业在门口闹 然后就很开心 然后们就发 酸奶也管够 牛排也有 对吧 就非得这么搞 非得像北蔡那个死样子 死了一批人 好了 天天罚 吃不完 酒亭也是这么闹的 我同事都在酒亭 七个小区一起闹 闹完了 一下子一家有多少 想抱多少 敞开了发 就我们现在周普比较老实 是吧 我们的居民都听话 老人们现在没得吃嘛 我们年轻的家里面有吃的嘛 先让一让 每天早上6点钟在那抢 抢得很开心 比抢火车票还刺激 抢完了嘛 老人没有 我们分一点 所以我们不会哭 就不用喝奶 对吧 您接这个电话不能跟我说 您是个社工 所以这个事情解决不了 那如果说您解决不了 那这个电话就应该让领导去接 您既然值班了 接了这个电话了 你应该对这个电话进来的进行负责 不可能一问三不知啊 我这个也不知道 我那个也不知道 周普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里面的辖区 他不属于伊拉克 也不属于阿富汗 对吧 现在乌克兰的难民都比我们好 乌克兰难民至少知道 我去哪里能买到吃的 我们现在不知道哪里能买到吃的 然后政府还鼓励我们团购 我团购是他妈最可笑的 团购的钱到底进了谁的钱包里 那我想知道他们是谁 您说的他们是谁 是周普镇吗 还是浦东区 还是上海市 或者是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 亚洲肯定不可能了 对吧 是北京来做主 还是上海市来做主 肯定不是的吧 如果说现在航头新厂 对吧 我就不说康乔了 比如说 比如说您这边说 旁边什么 康乔发了七八遍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这个消息是哪来的 我也不知道你这个消息是不是是真实的 我也不知道康乔到底发了几遍 对 这个您不需要知道 但您需要知道的是周普到现在 至少是 我不需要知道的 我全都不知道 对吧 您需要知道的 你也不知道 那我告诉你啊 4186截至目前为止发了5斤大米 5斤大米一共过了20天 5斤大米吃20天 一天吃4两 一个正常成年人的饭量 一天是8两 于是这个成年人 他家只有一个人的情况下 这个面 这个米都不够吃 这个是能算得出来的呀 我知道 我这边也是周普甄的1345部门 我们这边每天都会使到市民的电话 不是 你们去联系谁呢 我们会统计每天的热线的单子 主要是反馈哪些问题 我们每天都有反应给领导 但是都没有后续 我也很无奈 那我们怎么能联系到领导呢 现在热线就这样 你们接热线 你们就要对热线负责 我不想为难接线员 但是 确实 您现在接到这个电话了 您就要对这个电话去负责 不是说不知道 那你告诉我怎么去找到领导 我这边能够负责到的事情就是把每天统计到的这些东西 汇报给我的领导 那我怎么去联系到你的上一集呢 或者说我怎么联系到你的监管单位呢 您要联系到什么 我怎么去联系到谁能做主给我发物资 让我家里面的老人孩子饿不着 发物资的事情 681223364 你找回来了 呃 喂 您说 有一个58112364 这是我们周普登的房地板 这个 这个根本打不通 根本打不通 对的 周普登现在就很好玩 这也打不通 也打不通 对的 连居约的电话都打不通 那我也没办法了 好吧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市民热心 说谈听点 说谈听点 他们已经开始把电话转接到我这来了 对啊 所以说呀 你如果说你不能做主对吧 那您告诉我 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不是做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联系到我那些领导 那现在这个怎么办呢 现在就是周普正他对外对上是没有联系渠道的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公民 他是不享有任何宪法赋予我的任何的权利 什么监管权呀 什么监督权呀 都是扯淡 就是我周普正 我的领导就是不管 你们爱死就死 爱活就活 关我屁事 我他妈在家里面团购的钱 我能拿多少拿多少 对吧 拿不着 无所谓 只要我不死 下面的道友怎么死 死的什么样死多少个我都不管 还有那些孤寡老人 活该 对吧 我们就效仿美国 美国在新冠刚出来的时候 他妈的灭绝人性 把老人65岁以上的老人的呼吸机全拔了 我们现在比美国好一点 不用呼吸机 我们把粮食干了 绝 袁隆平爷爷走了 所以现在该活该挨饿了 但是袁隆平爷爷走的时候 也没把杂交水稻的技术给带走呀 对吧 所以我觉得您接着这个电话 我知道您不能做主 但是接着这个电话 您得这个电话负责 这个电话是我们现在能向上的唯一渠道 这个作为唯一渠道 我们不能说 不能说我也没办法 你没办法 你就告诉我上一集联系的方式 或者说让我们去 我们怎么去投诉上一集 还是我们一定要闹 如果你们希望我们闹 可以我们也可以去闹 反正都要饿死了 闹也是死 饿也是死 古人说的好 做个饱死鬼 不做个饿死鬼 你说是吧 现在 现在猪肉价格同比 全国猪肉价格 三月份 比二月份降了百分之四十 中普镇猪肉价格 四月份比三月份 涨了百分之四百 这个钱怎么涨上去的 合理吧 好吧 我们不是一个界限员 我们应该是一个有感情的 如果做如果真的没办法了 不干了 全部关掉 把1345全部挂掉 说实话 我现在做这个工作非常难受 我也很难受 我跟你说 从从疫情开始 三月二三月二十六号 周普镇三月二十四号 周普镇说要封锁全域 我他妈一头热血去做去做志愿者 我可能有的时候工作时间比您都长 然后我回来之后 发现我家里的老母亲和我的 和我的幼儿居然没有吃的东西 还需要我去团 我还需要六点钟他妈的起来去团 我操我我我感觉我活在亚买家 亚马加现在都比较好 阿富汗现在都好了 可能伊拉克不好 叙利亚也不好 现在乌克兰差一点 我我都不敢想象我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是上海 我操全国GDP第一的 所有的志愿者活动我从来没有缺席过 但是我现在看见的是 我也没力气说下去了 我不知道我这个电话过来之后 你们还有没有上一集 你们上一集到底会不会理睬我 但是我希望您能帮我记一下 如果理睬我给我实质性的回答 不要不要再跟之前跟我学 我知道了 我记录下来 这种这种废话电话就不要打了 好吧 我的诉求就这样 我们能解决物资尽快解决 你解决不了物资我也知道 但是我希望您能帮我往上反应 反应给我们实质性的回答 如果需要我们去闹 我们可以去闹 如果不需要我们去闹 确实能申请能帮我们去申请 哪怕你你挑一挑吧 你把小区里面的老人给发了好吧 做点人事 对吧周朴发布他妈天天的说鬼话不干人事 还让我们去阶读团长 没团长现在头七都过不好 我真的不知道 麻烦帮我投诉一下周朴发布